大家好 今天是4月24号 礼拜三 明天又是葡萄牙的一个大红日 那么也是一个比较大的节日 然后葡萄牙人也在准备嵌注 那么前天我们发了一个 李斯本老太太过马路摔倒秒被俘的视频 居然获得了100多万观看量 真的好神奇 如果葡萄牙人半卡 然后换卡这个速度 能够跟秒被俘这样的一个效率 一样的话那就太好了 就是说现在葡萄牙换剧率还是没有消息 没有消息我们也发一下 也当有消息吧 如果说6月30号过期的法案 它不延续到年底 就不再延续到2024年年底的话 那么过了6月30号 那么之前过期的这些剧率 他都需要想另外的办法回到葡萄牙 比如说去葡萄牙驻华使领馆申请签证回来 申请签证的时候 比如说有些人的拘留 他是2020年或者2019年过期 特别是环金卡的朋友 好多人好多人的拘留卡都是19年过期 之后 因为各种原因就出额过不来 然后也约不上一直约不上 那么他们如果这个法案不延续 那后面想再过来的话 过期的居留卡就不能再用了 就只能重新申请签证了 当然这个只是我们那个猜测 我们倒是希望这个法案能够继续的延续 延续到这个今年的年底之前 那我个人的猜想 80%的几率是会延续的 因为这个目前来说 根据这个葡萄牙移民局这个效率来说 根本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处理这些积压的案例 我们不说那些882 892 30几万份的这个积压案例 就说这些换发的 他根本就来不及去弄 包括现在普通居留的 比如说4月份过期的 3月底过期的 还有一些2月1月 都没来得及换 就没有收到短信的 这些根本就来不及去通知他们 所以这个延期法案 我个人觉得还是会延续 当然我们要关注葡萄牙相关的消息 以他们消息为准 就是接下来这几周的部长理事会 如果有发布这个延期 那么我们也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 如果后续来不及弄 大概率还是会开网上换发 因为我们这里像我们宝马街 这个服务中心有一大块的业务 就是帮忙预约来弄点钱 当然他三月底的时候 把我们这个业务都咔嚓了 我们就约不上了 就不给我们约了 没活干了现在 也就只能天天看看网站 然后给大家发发信息 如果大家有需要其他方面的 也可以找我们 比如说双认证 海鸦认证这些 双认证现在没有了 只有海鸦认证了 葡萄牙中国的海鸦认证 我们这里都可以办 还有这些8889过来的 可以帮岁号福利号 我们都可以帮打一个广告 那么好了 这期视频就讲一下 现在约不上 也期待它延期法案 能够延续到年底 其他没什么 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 如果您需要办理海鸦认证 葡萄牙宝马街服务中心 可以办理